没事,你的想法我帮你完成,怎么称赴你? 我免贵姓戴,爱戴的戴 戴先生 你好,你好 你的小孩跟我其中一个小孩是同龄 是吗?家里有几个小儿女啊? 两个公子,一个千金 哎呀,你不用负气啊,儿女双全啊 还有呢,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一个佛系家长? 不能完全算是佛系家长 就是不会由着他性质来,但也不会太过于限制他 嗯,差不多 那差不多,那对在这个小孩的态度咱差不多一样 对于小孩来说,我首先呢就是求平安 然后呢,因为小孩他现在还太小嘛,才14岁 他也不懂了什么,大是大非 所以呢,学习还是要跟进的 所以对他的学悦还是有一点要求的 不是说完全没有 因为他十几岁嘛,太小了 他在大是大非,没有弄清楚的情况之下 如果大人不加以引导的话 他长大了之后会说 那时候我不好好学习,你怎么不收我? 基本上基以上的两点,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 还有呢,之前价格我们也谈好 但是呢,我要指出你一点不一致的地方 就是这一块料子呢,它也不是说不值钱的东西 首先这个料子呢,就是说这个棉长成这样子 它就市面上比较少 来,你帮我拿着手机,我打一下灯 给他看一下这种肉质跟肿水 你看哦,它的肉质是很细腻的 然后打灯它是反绿的 然后呢,它的棉是两种 一种呢,是要打灯才能看得到 一种呢,就在这里了 所以当初你说,如果是横版的,不太好看的话 就设计成这个竖板吧 但是呢,我觉得它是好看的 是因为你跟我聊了之后呢 说今天晚上又有视频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想了一个题材 我先大概跟你说一下 我是想这样子的 就是我大概的会这么做啊 题材是城门沥血 城门沥血啊 对,我们也没有说强求你这个小孩一定要出人头地 你能够平安快乐,我们就满足了 但是呢,对于这个小孩的要求呢 我们可以隐隐约约地散开这个块牌子里面 一个题材就是城门沥血 然后呢,我们会在那个门 立在人家的门口的嘛 要等那个先生回来 那么尽可能的在里面 因为太小,他看得不是很清楚 我会叼一个瓶子 就像我们古代的有钱人家 我们进门的时候 不是进到人家厅的时候 他有一个,就像现在我们的茶几一样 那他上面放着一个瓶子 然后放着一些东西 像个古董一样的 那么呢,我可能会尽可能 把它坐到这个门进去的时候 他人站在外面 城门沥血,那学生是站在外面的嘛 眼睛看进去的那个厅里面 可以看到一个瓶子上面有个主意 平安主意,好好学习 好,那这个题材你同意吗 我说一下我的想法 这个题材是很好的 这个也不庸俗 因为跟很多这个题材 特殊的东西它不太一样 而且意义也都有 我是比较喜欢这个题材 我当时我自己也想了几个 一个呢是带六国宰相 相应的那个叫什么来的 书情书情 书情佩戴六国相应 对,书情当时 前年次故 对对对 当时他不是在大雪天里面 这个住在一个茅屋里面 刻苦地读书嘛 对,悬连刺骨啊 就是插大腿啊 不一定是用这个语意 我想的就是 他最后打车大悟 当时一开始是去秦国 秦国当时 不要他 拒绝了他 不要他 然后他就回来回到自己老家 在他自己的田里面 打了一个茅屋 然后在里面刻苦读书 然后他最后蹲午的时候 那天下的大雪 你这个料子也适合 你这个题材我可以满足你 我也可以把它设计出来 我用这个想法 没事 你的想法我帮你完成 我把你这个想法 再加以整理 收集一下资料 然后呢 就像刚才沉门沥雪的那个资料 我设计两个图 你还有一个图吗 还有一个图 其实跟你前面想法是一样的 跟你说的一个想法 就是苏武牧羊的这个图 但是如果他目的是牛 就最好了 可惜他目的是羊 因为我们家小孩子 苏武牧羊呢 他是这样子的 他虽然很苦 但是他也是儿女双全 而且他也是一个历史人物来说 他对于我们的汉文化 他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这是第一 第二是 他也是真真确切 得到上中的人物 对对对 所以我是这么想的 就是您再思考一下 反正就这三个题材里面 其中一个就是 你讲的沉门沥雪 第二个呢 苏武和苏羊当中去选 一个就行 还有第三个就是 看能不能把牛也融入到里面去 牛呢像这个苏羊 其实当时陪伴的是一条大黄狗 那是一条牛 没有 我说的就是说第三个题材 看能不能把牛融合进去 那这个你要融我想一想 可以没问题 反正时间都不是最主要的 那你说到属牛 因为我小孩也属牛 我们的共同点很多 包括你那个儿子 我这个儿子都属牛 然后我们对于小孩 他的那种学习态度 我们的话是比较一致的 所以呢 这个呢 我们会做三个设计图 到时候给你调 谢谢 谢谢 谢谢啥 你关照我生意 我谢谢你 你是有文化的人 我要得向你多学习 我不敢说我是有文化的人 我只是觉得 我们做这个玉雕 它其实玉雕的作品 它就是一种文化上的纽带 然后呢 我们特别是做人物的时候 我一定要了解 这个人物的出处 为什么这个题材 很多人说 要做雪夜上凉商 那个风雨三十秒 我为什么不做 在这里我再一次 得罪这些大师们 还是要说的 不然的话 因为很多人在下面评论 我还不好说 因为你评论回复的话太长了 那么我们既然在聊天 我就把它说出来 风雪山神庙呢 它作为一个摆件来说 放在特定的地方 比如说你放在水浒纪念馆 它是可以的 但是你作为一个牌子挂在身上 它是一个很悲惨的人物 对对 你看老婆被人侮辱了 她这个职位也没了 还去做贼 然后你说这样的 能做成牌子挂身上吗 所以我因为考虑的太多 所以实际上 也把我们很多 做设计的录制给堵死了 但是我仍然是觉得 做在牌子上的题材 咱一定要好 你看做历史人物 咱一定要做善终的 那行 那你就给我三两天的时间 我把三个图都给你 好 那暂时这样 好 拜拜 谢谢 拜拜 苏武甘愿 做第二个章签不如使命 汉武帝预兵羞武 羞武的残力白将 自始步是汉朝的对手 并转而前世求后 武帝决定派苏武 前却游水 接受羞武臣风 不料 羞武发生一定政变 而苏武为羞武扣押 期间 以投降羞武的汉朝大将历历 奉禅于之命 前来劝降苏武 苏武 你就不能听兄弟一句话吧 劝降的话 就不要再说我们苏家父子虽然没有大功 却也为令将军封后进决 这全是皇上所赐 不能服了国家的尊业 如果有小王民一定要离在下投降的话 苏武就死在你面前 苏武在荒芜人烟的被害度过了漫长的十九个春秋 昭帝十元六年 汉兄合金 苏武中业全界而归宇 而凶龙对汉也不再构成威胁 大哥这件货呢由您的参与才会更加精彩 真的包括这个外形 因为这个很多挂件的形状是这样子的嘛 我们把形状变成这样子了 然后呢您建议做成书卷的形式 好像把历史融入到进去 因为我们做的题材就是苏武牧阳嘛 书卷的外形 所以就好像把历史写进书卷 历史化卷欢欢打开 祝您家庭美满